您好,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鼓励县内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提升竞争力 县府持续推动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27号办理110年度的成果展 向饶庆龄表示 4年来补助业者共计74加次 补助也从每年的820万元调升至1200万元 而未来县府将持续争取资金益助地方 要辅导企业发展更多的特色产品以及服务 做在地产业创新最坚强的后盾 台东县府县长王志辉颁发结业证书 给予这次参加县府地方SBIR计划的商家 并鼓励这些业者们可以持续勇于创新 增加台东品牌的影响力 台东县政府积极协助县内的中小企业发展 以及提升竞争力 推动了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而不少商家也积极配合县政府 27日在一文中心的大厅举行了成果展 县长姚庆龄、副县长王志辉等人 也亲临会场了解商家们的成果 县长姚庆龄也表示 县府挹注了相当多的资源在中小企业身上 期盼参与计划的商家 可以持续提升品牌价值 增加台东的竞争力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业者进来 所以我们发觉台东的很多的产业 更多元化 那很高兴 然后这边当然我们也很高兴 里面有好几位 其实是我们长期在合作的伙伴 那长期合作的伙伴 让我们有时候看到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影片中有其中一位 他其实是非常专注在某一项产品的 一直的精进跟研发 那在这边我们先恭喜大家 然后也很感谢副县长 在加入我们团队之后 也把过去他在中央 在水保 在各个地方的资源跟人脉 也加到了我们台东县政府里面 那所以我们 第一个感谢大家的努力 愿意创新就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创新之后 还要维持我们这个创新的成果 那就更需要县政府的陪伴 那非常感谢大家一起努力 共创更好的 大家的生意的契机 谢谢大家 县府财经处也进一步说明 四年来补助的业者 共计74加次 补助的金额也从每年的820万元 调升至1200万元 29日也将前往新竹 和其他外县市一同互相学习 并行销台东的SBIR计划成果 会县内的产品 创造更多元的商机 以及曝光的机会 期盼能够让台东优秀的产品 获得更好的行销通路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区里面 二话 订阅 养